抗日战争第五年 一场旱灾席卷了河南 造成了严津县严重的饥荒 邻村村民为了某一口饭吃 朝着家伙半恳求半强硬地向地主饭店员蹭粮食 饭店员派去请官兵的长工拴住 搬救兵不成还暴露了墓地 给了邻村贼人动粗的借口 两村人顿时打得不可开交 饭店员的儿子在冲突中意外身亡 存粮几乎被洗劫一空 不得已 饭店员让山柱偷偷拉了一车粮食 带着一家老小和其他村民一起踏上 往陕西逃荒的路途 虔诚的陈教士安西满见缝插针 说饭店员家破人亡都是因为不信主 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在这风浪口还得筹措军粮 无奈 他肯请自令官蒋鼎文减免军粮 被蒋鼎文以国难当前 当兵的更需要粮食为由拒绝了 李培基去重庆想上报蒋介石委员长 但耳闻了蒋介石处理的简报 渐渐都是国家大事 便不好意思开口灰溜溜地回来了 时代周刊的知名记者白修德 为了解灾情前往河南 背着遍地恶嫖的景象震惊了 他想弄明白造成饥荒的真正原因 便冒着被日军俘虏的危险继续往灾区前进 与此同时 中日交火伤亡惨重 蒋介石不顾千万受灾百姓 选择割气贫瘠的河南保全纳局 撤退的军队和逃风的人群撞了正着 遭到日军无差别空袭 死伤无数 安西曼的母亲也被空头夺去了姓名 他第一次感到信仰崩塌 想放弃求生意志 被店户瞎鹿从生死线拉了回来 爱好遍野 饭店员家当被军队洗劫一空 还得求瞎鹿关照他怀着身孕的儿媳 白修德终于赶上桃荒的村民大部队 饭店员和瞎鹿等人密谋偷走白修德的驴杀了冲击 驴落入国民党士兵的手里 瞎鹿也被士兵失手害死了 历经一次空袭后的白修德 决定将政府的无作为上报 上访却百般取折 不死心的他请求宋庆龄为他引荐蒋介石 蒋介石否认灾情的严重性 可白修德拿出白纸黑字的照片为证 为了维系政府微信蒋介石下令拨粮证灾 之后成立监察院严惩贪污 处死了一批贪官 河南各部长都想从政府拨发的八千万斤粮食 多分一杯羹 险些炒起来 蒋鼎文还对河南欠下的三千万斤军粮紧咬无放 理赔机只好用三百万斤贿赂他 饭店员的儿媳和媳妇相继去世后 他的女儿也为了谋生 自愿被挑选去伺候军需官 同时为家里换了一些粮食 瞎鹿的遗孀盖嫁给山柱的第二天 也自愿被转卖给一个农户 并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山柱 饭店员带着嗷嗷待哺的孙子 趁夜和大批难民混上前往铜关的火车 山柱不慎和两个孩子走散 急忙跳车离开饭店员寻找 山柱辗转到日军的地盘 因为不肯把孩子留下的唯一遗物 交给日本军官 被军官残忍杀害 饭店员和其他人好不容易到了铜关 却被陕西官兵拒收 他让在强保的孙子 也不慎被他闷死在怀里 令他心如死灰 日军看准灾民内心动荡 以粮食策反他们 蒋介石闻讯 追问李培基河南确切死亡人数 得知三百万无辜百姓死于饥荒 十分悲痛 日军正往铜关必尽 蒋介石下令严守铜关 绝不放弃 最后 截然一身的饭店员 盘山地掉头往回走 想死得离家乡近一些 他遇到了一个孤苦聆听的女孩 就像自己一样 辨认她做孙女 一老一上 沿着白雪挨挨的山路 缓缓走去